感谢海军官兵的救命之恩 3月30日上午 秦皇岛渔民和起来等四人 来到海军画罗庚舰 他们紧握着舰掌韩传强的手 连声道谢 3月29日12时许 和起来等四名渔民驾驶橡皮艇 到渤海某海域打鱼 突遇恶劣海况 导致橡皮艇停手断裂 海水不断涌入 不一会儿整条艇就淹没在波涛中 他们靠艇上的救生器囊 漂浮在海面上 寒冷、无助、恐惧 几乎绝望的四人在海上苦撑了一个多小时 13时47分 执行训练任务返航的海军画罗庚舰 途经失事橡皮艇附近海域 上市张月通过望远镜发现海浪中有黑点在晃动 他立即向舰长韩淳强报告 有可能是失事于船 由于海上能见度低 韩淳强下令舰艇抵近观察 我们有救了 合起来等人发现舰艇向他们靠拢时 激动的大叫起来 他们脱下红色外套披命挥动 向舰艇发出求救信号 手抓紧 脚跟稳 注意安全 官兵向渔民抛出来绳 将救生器囊 拉向舰艇右衔 并放下绳梯 将渔民救上舰艇 14时11分 四名渔民全部获救 浑身湿透的合起来 已经体力不支 冻得说不出话来 建设医疗组立即把他抬到舱内进行急救 官兵们还将自己的新衣服和鞋袜拿出来 帮渔民换上 并熬了姜汤 为他们驱寒 沈泰根 光惠子 环球网报道记者任杰 俄国家都马国防委员会主席沙马诺夫19日表示 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屠夫22兆3逆火战略轰炸机 可以利用其配备的武器摧毁欧洲任何目标 据国际文传通讯社 3月19日报道 沙马诺夫当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已在克里米亚部署了屠夫22兆3轰炸机 该轰炸机可以携带导弹 目前正在进行深度的现代化改造 可利用配备的武器摧毁欧洲任何目标 俄联邦委员会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主席维克托 邦达列夫18日也提到 屠夫22兆3轰炸机的作战半径 使他所携带的巡航导弹 能够进入欧洲的任何地方 从而打击敌人的防空和反导系统 俄军计划在今后几年内 将其升级到M3M水平 使其具有新的空中打击能力 此外 邦达列夫还强调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部署的部队正在强化 不会给俄罗斯潜在的敌人留下任何机会 据报道 最近 外国侦察机 特别是美国飞机 在克里米亚边境的侦察活动大幅增加 2月19日 一架编号为64-14846的美国空军2C-135V侦察机 从希腊苏达湾空军基地起飞 抵达黑海海域 在克里米亚海岸上空 进行了三小时的侦察飞行 俄罗斯国防部此前已提醒俄军 注意在国家边界上日历增加的侦察活动 并呼吁华盛顿放弃类似行动 但五角大楼予以拒绝 At Sevilla Deadpool 7,531 《环球网》报道记者张飞扬 印度空军展示了一枚美国制造的导弹的残骸 称其确凿地证明 巴基斯坦战机 袭击了印度军事基地 巴基斯坦此前曾走任派遣F-16战机参与行动 今日俄罗斯网在28日的报道中称 印度空军副参谋长卡普尔 当地时间 周四 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 一天前 一架印度米格21战机 击落了巴基斯坦空军的一架F-16战机 卡普尔说 F-16是袭击印度军事基地的几架飞机之一 27日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爆发冲突 并发生空战 印度方面称 击落了一架巴基斯坦F-16战机 但是巴方对此否认称F-16战机未参与空战 据报道 尽管巴基斯坦方面否认在袭击中使用F-16战斗机 并声称没有巴基斯坦飞机被击中 但一度空军公布了一枚美国制造的AIM-120空对空导弹 AIM-120M-ROM导弹残骸的照片 巴基斯坦空军在2006年订购了500枚AIM-120空对空导弹 这是巴基斯坦与美国签订的价值6 5亿美元的F-16弹药合同的一部分 AIM-120空对空导弹 由美国雷神公司制造 是一种中程全天候制导导弹 被美国和世界其他33个国家使用 At Sevilla Dad Post 7,531 原标题 练就指挥现代战争的科技头脑 在解决问题中 致力推进被战打仗次 战争是力量的对抗 也是科技的角逐 不具备科技素养 没有一个强大的科技头脑 就上不了战场 指挥不了现代化战争 正因为如此 习主席指出 部队领导干部 不仅要有政治头脑和军事头脑 还要有科技头脑 没有科技头脑 即便部队武器装备在先进 也难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战争会撕开一切假面 今天 真正推动军事革命 让战争日新月异的 是现代科学技术 科技是核心战斗力 没有科技优势就难有战争盛势 过去的战争是大吃小 现在的战争是快吃慢 必须实现通信联络快 力量投送快 部队反应快 可以说 正是技术条件带来的速度 高度 深度 让战争领域发生巨大变化 脱离军事技术 就是脱离军事实践 没有一副科技头脑 就无法动开现代战争之门 当技术浪潮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 最需要的是更新更勇敢的头脑 随着我军科技兴军战略的深入实施 很多指挥员捧起科技书籍 学习前沿技术 钻研信息化装备 研究现代战争制胜机理 使科技头脑得到很好的锤炼 然而 也有少数指挥员不重视科技素养 对科技发展及军事影响不敏感 不善于运用先进技术手段 解决重难点问题 不善于依靠系统和数据筹划指挥 如此一来 怎能应对未来高科技战争 进入新时代 为尽快把指挥能力搞上去 我们反复强调要全力解决指挥员五个不会问题 这五个不会 即不会判断形式 不会理解上级意图 不会定下作战决心 不会摆兵不振 不会处置突发情况 产生这些不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而所有原因都与科技手段相联系 倘若没有科技思维 缺少科技理解力 不会运用信息技术手段 五个不会就很难得到彻底解决 比如 在现代战争中 面对海量数据 靠人工分析计算速度很难达到要求 必须利用信息化智能化的辅助决策系统 提高分析研判的效率和精准性 如果没有强大的科技头脑 就很难掌握有效信息 准确判断形式 定下作战决心 战场较量看指挥 指挥员有威慑力 打仗就能占据先机 机械化战争时代 指挥员的威慑力多体现在谋略运筹 机智勇敢 战场经验等方面 而信息化战争时代 这种威慑力 不仅体现在政治能力 军事能力 筹划能力上 也体现在科技思维 科技运用 科技能力上 作为现代战争的指挥员 必须要有一定的技术威慑力 时代凯模 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郝景文 之所以指挥作战能力强 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非常重视装备技术挖钱 飞了过去没有飞过的航线 到了过去没有到达的区域 实现了装备作战效能的最大化 一定意义上讲 未来的战争 很大程度就看科技装备的比拼 指挥员有了技术威慑力 打赢就更有自信心 当今世界 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兴起 高科技武器装备不断涌现 其智能化 远程化 精确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科技因素 装备因素 在战争制胜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在叙利亚战争中 俄罗斯军队就运用了无人机 无人战车等高科技武器装备 并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 未来战场上